好 接着我们看到第九 此不称慧戒 为什么是称呢 按照字典的意思 称就是张大眼睛 那慧就是怨恨的意思 那各位从这两个字里会得到一个答案 这个称呢 有没有 就是行以外 这个慧有没有 就是藏仪内 所以有的人 他的修养很好 或是他掩饰的功务很好 他很恨你 有没有 但是呢 有没有 他也是面带微笑 这样对不对 这个称恨已经就很明显了 对不对 内外都很生气 很愤怒 所以就叫做称慧 那各位那我们佛经里面这么讲 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 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 各位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称心一升起 你所有的障碍都来了 你只要一气到 各位一气到那就完蛋了 所以只要是一把无名火 自然就火烧功德灵 所以各位你在修 你不要修到一半很火大 知道吗 修到一半很火大 前面都白修的又烧掉了 各位你真的没有那些工夫 对不对 那就赶快出去走一走吧 不要留在眼底 生气的时候离开现场 不要对不对 不然你会产生更大的什么 造更大的恶业 最直接的就是口业 这支锤子怎么 就一定没出来 对 这个你就破功了 我就跟你讲 你就破功了 那我们要去破称 也是跟各位讲两个字就好了 破称用两个字 无真 用无真来破称 各位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生气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情意是 是想要跟他争 各位我们从理上来说 我们要跟他争 谁对谁错 我们从事上来讲 对 我们要跟他争 争多争少 所以呢 我们理上也争 那我们事上也争 所以常常有很多人口头之争 到最后变成一种竞争 有没有 那各位 在争的这个过程当中 称恨心难免就会生气 尤其当你真书人家之后 有时候称恨心会更重 各位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以你应该要无真 你要无真 你会讲一句话 怎么有可能 各位 当你讲出这句话 原来上 我还是送你一句话 因为你不明白真理 所以你才会这么说 各位你要真什么 各位你要真钱多一点吗 多一点也是无常 你要真钱少一点吗 少一点也是无常 你要真 你讲的话对吗 你讲话对也是无常 他讲话错也是无常 你想真什么 所以古人就告诫我们 是对几个字 他说那对 以事无真 与人无求 他就是把前面的 无求 跟现在的无真 就讲完了 他用这几个字 来告诫我们 处世的哲学 与 与人无真 与事无求 但是各位 但是你要做一个概念 各位你不可以讲说 无真是消极 就好像你讲说 无求是消极 这样讲话是不对的 对不对 就像刚才 如果你知道无求的定义 你就不会讲说他是消极 一定不会用这个名词来讲 那我们现在讲 无真也是一样 你不可以用无真 你说这个人糯糯 你怎么这么没用 有没有 你怎么这么没大 各位不要这样讲 很多父母这样教是错的 各位无真真的是一种智慧 各位你要真什么呢 各位我举个例子 你在家里面 还是 各位家庭还是要和睦 各位你要注意 想要真 家庭必然不会和睦 各位你跟别人在一起 重要呢 也是要什么 也是要和平相处 你想要和平呢 你只要一真下去 就不会和平 你想要在道场得到清净 那必然要遵守六和境 你一真下去呢 就不清净 注意各位 和这个字多么的可贵 对 但是呢 一真下去 就会破坏这个和 对 那个真哦 就像一把刀 就把呢 对不对 那个和跟那个口 那个口拿着呢 化掉 所以为什么和 和字的右边一个口字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概念 对 常常一开口 有没有 就失去了和睦了 感觉就破坏掉了 对 那就是 就是你想要真 所以各位 你不需要给人家 对 真先真后 真对 真错 真 真成真败 各位 不需要这样 笑 让他笑 对不对 激 让他激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就好了 各位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 对 各位能够明白 这样的概念呢 那你就是寒山 你就是实德 那 你就是布袋 你就是了不起的人物 那 所以 凡事应该什么 凡事应该 忍 让 这两个字又出现了 凡事应该 忍 让 还是 旧事重体 对不对 忍一时 风品 浪尽 所以各位 所以 忍让他不是 糯糯的行为 我再度强调 他是一种智慧 各位 我今天让你能够解决问题 我一定让你 各位注意这个问题 我能够让你解决问题 我一定让你 所以我记得 我记得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业务 然后每个月呢 我们都会聚会 啊 机会呢 对 对 那 几乎很多 几乎很多人都会喝酒聊天 那我 从我以前就不喜欢喝酒 所以我都还是 喝喝饮料 汽水可乐 但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不知道讲了哪一句话 好 让我 让我一个同事 他 他很生气 我到今天为止 我都不知道我讲什么话 嗯 对 然后他就 对 他就很生气 然后他 他就在前面来倒三杯酒 嗯 对 他说你今天没有把这三杯喝完 我把他放你耍 对 但那我们一看就是第一 我们一看就觉得他 嗯 他好像是听错了 还是我讲错了 对 然后我们看他好像是 是完真的 各位开玩笑 跟完真的 我们不太一样 嗯 对 那我们也只能够什么 对 我说如果我刚才讲错了 我向你道歉 对 那这三杯 对 那我就喝下去 哎 诸位 但是 各位 虽然已经喝下去了 但是心情还是不舒服 为什么 我们会觉得我们受人家侮辱 我们会觉得说那对 啊 我们是迫不得已而喝下去 啊 但是各位 但是你今天想一想 哦 所有的事情 假设能够解决 都都说我错 事实上哦 他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 啊 所以各位 大家要记得 任何的真实 任何的误会 啊 你的第一句话 就一定要承认 有没有 对啊 我错了 或是对不起 嗯 但是各位 但是你继续观察 事实上哦 你觉得 你受屈辱了 那就是自尊心作祟 要注意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 到最后会打架 甚至会杀人 就是因为自尊心 不可以受到侮辱 我们才会打架 啊 不然我们是不会打架的 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 是不会打架的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句话 没有自尊心的人 就是脑肿 那我问你 那有自尊心的人 是什么种 啊 还是 还是男儿 对 本无种 所以各位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今天不认识到什么问题 今天不认识到什么问题 重点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在哪 有没有 我们自尊心的问题 各位 请你 你要永远记住这个概念 来处事 我们人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 有时候你讲理由是没有用的 我坦白跟你讲 你讲理由是没有用的 对 有时候他就是故意要刁难你 各位 明明明知道别人要刁难我们 我们就要做到哪 让他没有办法再刁难你 这样就不太好玩 知道吗 各位 如果呢 对 他明明刁难你 他要看到你那个气的钥匙 他很高兴 你知道吗 对 你就是一下子就让他觉得说不好玩 各位 你要看动物也是一样 有的动物 是因为你越跑 有没有 他就越追 他的目的不是要把你吃掉 对 而是你激起他 追逐你的心 各位 有的动物你是不能跑的 你跑他是 他是会追的 各位 人跟人一样 我们看连续剧也看那么多了 要斗 你本身也要想跟我斗 对不对 各位 你不想跟我斗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机会跟你斗下去 诸位 你们在人生 在公事 在很多的 的单位在上班 要记住一个概念 我可以 我可以让你笑 我也不可以 我也不要跟你斗 但是各位注意 但是我要跟你斗 你不跟我斗 他有成就感吗 各位 他有成就感 他事实上是没有成就感的 我坦白跟你讲 只要有人要跟你斗 你不跟他斗 他是没有成就感的 所以也可以化解 所有不好的因缘 算了 算了 这个人 这个样子 算了 算了 但是各位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注意在观察 人生的事情 真的是很 很微妙 他不但可以 化解这个问题 甚至以后 你们可以变成 很好的朋友 多在意 你的忍 忍让 这两个字 很好讲 你要做到很困难 各位 现在 这个并不是只有 这个并不是只有 男人做不到 女人也是很强悍 你说对不对 对 在座的女性 你们说对不对 你们也不见得会忍让 所以呢 对 所以你提悟到 忍让是智慧 他不是一种诺诺 他也不是一种被他欺负 你才能够 真正会懂忍让 不然你做不到 我坦白跟你讲 这样你才可以做到什么 不计较 不比较 这样你心中自然没有怨恨 不然心中一定有怨恨 接着我们看一 那如果换 称慧 的这个罪报 是怎么样呢 华言经允 一令众生 度三恶道 若生人众 得两种果报 一者 常被他人 求其长短 二者 很被一他之所恼害 诸位 你过去是 你过去呢 因为称恩心很重 所以你必然也常常做出很多的批判 你必然也常常对 看别人不顺眼 甚至常常对 挑别人的趋势 所以你现这一辈子的果报 才为什么 才会常被人求其长短 被人家说长 道短 被人家指指点点 对 被人家什么 对 故意找你的麻烦 对 各位那称慎之心 一定阻碍别人 所以你也让别人烦恼 烦恼 所以你这一辈 所以呢 对 你当人得到的果报 变成 别人 有没有 来障碍你 来让你时时起怀恼 这个就是罪报 二 离称慧之善报是什么 时善夜道经允 若离称慧 即得八种喜悦心话 喜悦化起来 离称慧 离称慧 画起来 各位你看就知道 心中没有称恨的人 他自然才能够真正的喜悦 对 对 你心中 你心中有称恨 你怎么会快乐呢 所以各位啊 各位一直去观察 把你内在的恨意 各位 你的恨意一定 一定是跟别人有关系 你一回想一下 你就会知道了 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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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侮辱 被人家 对 啊 羞辱 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你一定有这样的种子 在你的内在里面 把它 去除吧 这样你才会快乐 不然啊 对 你不能喜悦 所以有很多人哦 他笑不出来 他真的笑不出来 各位 你要叫他怎么笑呢 他只是把运恨呢 埋在他心中 对 这样有意义吗 各位这样没有意义 这样没有意义 嗯 我们知道哦 韩信之前也是 受 对 受到羞辱 但是我相信 韩信所受到的羞辱 并没有放下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 有的人哦 都是忍耐 嗯 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把 别人对我们的羞辱 酝酿成 我去羞辱别人 你相不相信 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 如果能够把羞辱 我的人杀掉 而不幻化 你说他会不会杀 会不会 会 难怪韩信 呛呛呛呛呛呛 所以各位 所以表面上 这一关你过了 看看你的内在 真的过了吗 并没有 表面上 你忍下来了 这件事情没有过去 对 只要注意你的内在 你就会察觉到 这个事情是在我心中 对 但是注意观察一下 有没有 用你的智慧 来化解这件事情 它才会消失 不然没有办法 不然没有办法 何等为霸 一 无损恼心 你的善报 各位 就是不会让你起烦恼 第二 无称惠心 因为你过去都持这样的戒 所以你这一辈子呢 有没有 也不容易有称惠的心 再来第三 无真送心 各位要注意这个无真送心 在真的旁边写礼 在宋的旁边写事 真偏向礼 送偏向一事 叫做真送 各位口真 再真一个道理 真送有没有 就是为人要诉讼一个事情 因为他无真 所以呢 心不会再起真送 对 那有真呢 有没有 他就不会得到这样的狗棒 所以才说呢 对 破称 你要无真 你才能够破 再来第四 柔和而直直心 各位 你可以看得到 心有称 心有称跟有贪的人 心必来是刚 各位贪 贪而无厌 他的欲望也很强 称 有没有 他的攻击力道也什么 也很强 贪跟称 力道都很强 他的心不可能柔和 这个直是直谱 各位心地柔和的人 这个直谱的意思 才能够趋向于他原来的那颗心 对 那颗心是直心 直心 我们在谈语讲过 直心呢 对不对 直心又是亲近的心 又是平等的心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他 他的 他善的果报所产生的 从第四 因为他有这样的心地 所以才有第五 得胜者持心 这位 慈跟悲不太一样 慈是给别人快乐 给别人快乐 所以最直接呢 就是应该去帮助别人 所以才有六 常做利益 安重身心 所以第六 才产生了这个第六 那由于内心是这么慈悲的人 所以会产生了向由心声 所以七 身相端言 众共尊敬 有没有 就是代表说 他的身相很庄严 他也常常让很多人尊敬 所以第八 就是个结论 以何人故 夙生换世 各位何人两个字画起来 我们凡事都要以何为贵 要注意这个概念呢 那你要以何 你要达到何 你就应该要什么 忍让 有没有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你要达到何 就应该忍让 才能何 不然没有办法何 以修行的角度也是一样 金刚经这么说 知一切法 得逞于忍 抄起来 知一切法 得逞于忍 诸位修行 要不要忍 从凡夫的忍耐 一直到我们 我们修行的安忍 一直达到无神的华人 有没有 都是 各位那什么叫做 知一切法 得逞于忍 各位知一切法 知一切法 就是了解真理 对 了解一切法 如梦幻什么 泡影 这样他才能够修行成就 对不对 各位 那如果一切法都是实在的 对 我被他羞辱了 我被他欺负了 你怎么有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所以各位 说来说去 你来是没地肥 用泌奶 那都是假的 都是没有办法消除你内在 都是完全 是藏在你心中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观到一切法的真相 所以你怎么泌 事实上有一天 都是在酝酿 你泌起来都是 驾到银行 连天要生日 生日 你知道吗 所以改天的杀伤力更强 只要能够有机会 让你等 达到机会 报复 你一定会报复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 好 喝这四人 注意听 这一辈子忍起来 下一辈子 一到他 你就知道 死了 眼睛在住 你看 你看 所以这一辈子才会什么 莫名其妙 停 对 停车也会被人家杀 那就是人家 看着你 是没法 所以 所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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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爆弹 放太多 很危险 所以各位 你现在应该要清楚你的卫爆弹 就像以前我们当兵一样的 对 那些卫爆弹一定要清楚 不然他 他只要点燃了 他一定会爆炸 好 所以 忏悔的方式 好 各位 从第二点我们来看 要常怀慈悲啊 要从这个心的角度 然后下去做 再来要常常修什么 修忍辱婆罗蜜 这个忍辱婆罗蜜 大家 要去受词 好 接着我们看到第十 词不邪见戒 诸位 要破除这个邪见 就是破除这个疑词 如何破除呢 用两个字 无我 用无我来破除 为什么用无我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我们一切错误的之间 都是从认为 有一个我 或是为了呢 去满足这个我所产生的 所以要从我开始破 这个我破了 于是才能破 我没有办法破 于是永远 存在 所以难怪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我见 你会有我爱 你会有我值 对 那个就是因为 我没有破 那你要 你要去明白 无我的概念 各位 那你必然要豪读 波尔的智慧 你必然要明白一种概念 什么概念 诸法实相 延起信空 这叫实相 这是个真相 这是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的真相就是 就是诸法实相 延起信空 因为如果你还不太清楚 我用个很简单的概念 这个常常有人 常常有人会这样问我 怎么会 怎么样会有智慧 怎么样才不会有执着 我说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关无常 没有比无常 更简单 而且你现在就能懂的概念 就是关无常 从无常去关 关到最后 而证悟到无我 最后才灭盘极尽 无常是最好下手的 空不好下手 从无常 无常开始关 那各位无常是什么 无常就是说呢 宇宙所有一切的失误 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 包括你 也是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破 既然你 既然这个我 也不是永恒的 你就不应该抓一个我不放 能明白的才能够真正解脱 不然没有办法解脱 也没有办法看到 那类真正的真相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概念 为什么说我们要一直上课 我们为什么一直 接下来要上波罗经 接下来为什么要上涅槃经 因为这样的概念 要不断的讲 不断的欣喜 你才能够破 不然是太牢固了 不是说破就能破的 来接下来我们看 换邪见之罪报的人 华言经营 依令众生堕伤而道 若生人众得两种果报 一者生邪见家 二者其心残取 诸位 这个叫做物以类聚 你有什么想法 自然就吸引什么样的人 各位 有邪见的人 当然投胎转世到什么 到有邪见的家庭 你看 所以什么朋友 有什么人 所以各位 为什么 因为那叫自同道合 所以邪见的人 也是自同道合 各位既然心中邪见 他的心自然就不正 所以其心残取 心也不正 所以我们应该去离邪见 至善报 接着我们看 第二 善道夜经营 若离邪见 即可成就 时功得化 成就化起来 离邪见化起来 这各位 你看就知道了 你修行 如果常成就 你要离邪见 离邪见的相反 就是正见 你才会成就 不然 有没有 怎么修 很难修 那若是没有办法呢 那赶快呢 到极乐世界 让阿弥陀佛 我再教你 不然 不然留在这边 我看你的邪见 会越来越重 何等为时呢 一 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吕 那个意跟理化起来 因为我们 这个意 就是心的意思 我们今天会 我们今天不快乐 是因为邪见 我们今天快乐 是因为正见 所以他离开的邪见 所以他心会快乐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呢 对不对 一个有正见的人 他才能够 对 得到一些 对 善知识 对 所以他才能够得到 对 真善等理 就是真正的善知识 跟他一样的人 接着我们看到二 身性因果 灵引生命 终不作恶 身性因果化起来 诸位 学佛法 首先要身性因果 如果对身性因果 不懂 或是讲不清楚 你要赶快好好学习 什么叫因果 好好讲 好好讲清楚 但是不要把因果 讲到最后变成宿命论 这个是很忌讳的 诸位 有前因 也有后果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但是过去 有过去的因缘 现在有现在的因缘 离开现在的因缘 就是宿命论 现在你在做什么 加上去 你现在遇到问题 不要把所有的问题 都讲说什么 对 那命中注定 对 那个就是因为上辈子 我做什么事 所以这辈子才遇到这个困难 诸位 这辈子遇到困难 就赶快去解决 不要再谈上辈子的问题了 赶快去解决 这叫做智慧 这样才真正懂因果 不然你就是迷信 就是宿命 这样讲就不对 各位一个真正深信因果的人 他宁可牺牲他的生命 他也不会造恶 那个 那个 那个允治就是牺牲的意思 那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也不会造恶 但是各位 但是不相信因果的人 他当然会造恶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有天堂 我不相信有地义啊 对不对 那你相信谁 我相信我的欲望啊 各位 你就只相信你的欲望 但是你也相信你很痛苦啊 所以各位 不明白道理的人 他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折磨 一天到晚就在那什么 在那边左右为难 不知道怎么办 对 那你说他信不信 对 答案就是半信半疑 给我送了一句话 他不是相信 也不是不相信 则中 半信半疑 那半信半疑是什么意思 还不是一样 一样什么 一杯果汁 滴一滴墨水 那一杯果汁 就是墨水 所以你有一点怀疑啊 那一杯水 都是脏的 所以赶快要去破除自己的以后 再来第三 唯归一佛 辉以天等 也就是说呢 对 知道我们该归一三宝 以佛为师 第四 执心正见 永离一切吉凶以往 各位你要看 观念正确的人 对 他才能够什么 七吉必凶 观念正确的人 他心中才能够破除一切的疑惑 不然那些疑惑就像蜘蛛网一样 各位 所以呢 你心中有很多种疑惑 都是因为没有证件 所以赶快去培养证件 第五 藏身人天 不跟 不跟恶道 第六 无量福惠 转转 真胜 各位要注意第六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你 能够离邪见 你是有证件的人 各位 一世一世的欣喜 所以你每一世 你自己的福惠呢 就会比上一世呢 对不对 更加的深 就是一世一世会更加的深 就是不断的这样的欣喜 这个叫做转转真胜 第七 用离邪道 行于圣道 这个叫做离邪行正 离邪自然就行正 这个圣就是正的意思 正道就像我们所讲的八圣道 第八 不起身见 舍诸恶业 各位身见 就是不执着身体的意思 就是不执着我的意思 各位不执着我 你就不会造所有的恶业 第九 对不对 住无爱见 各位这个住无爱见 就像金刚经的什么 应无所住 住在哪里 住在无所住 住在无所住的意思 叫做住无爱见 第十呢 对不对 不堕诸难 一切的灾难 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是为使 若能飞向阿诺多诺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使 恕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呢 各位 为什么他能够自在神通呢 因为他已经了无障碍 心中没有 没有呢 任何的疑惑 任何的障碍 那他自然就会 得到自在神通 我们看最后 忏悔的方式 你看二 多读经典 藏诗法 所以各位啊 你没有证件 你又何必一个人在胡思乱想呢 那各位 那你不读经典 那我问你 你要从哪里学到证件呢 所以离开经典 诸位 你有什么可以呢 对不对 依据呢 所以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放弃读了经典 就好像你放弃了你的证件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怕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难得遇到了佛法 对 难得知道有这样的证件 你既然愿意放弃了他 然后愿意一个人 一个人 对不对 在家里面胡思乱想 然后说 说自己是修行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你不觉得 是谁教你这样的证件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想的 你明知道你想得不对 你怎样要这样说 对 你今天不是没有读到佛法 你也读过一两本佛经 但是如果你还是这样想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各位 读佛经懂不懂一回事 对 至少我跟佛经结缘 对不对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概念 懂不懂没有关系 至少我跟他结缘 我深深深深还有机会 跟他在一起 但是如果呢 你不跟他结缘 你深深深深要见到他 就很困难了 对 那各位 那读了之后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读不懂 因为你没有思考华语 各位我们还要再追溯回来 你真的没有用功 你没有思考华语 你当然不会懂 这也是 这也是因果法则 所以呢 各位 所以很多的事情 你该轻松的时候 你可以轻松 对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跟你的法生会面 开这么大的玩笑 各位你宁可舍弃你的证件 然后贪图一些 小小贪赖的东西 这样值得吗 这样划得来吗 所以各位 所以为什么要上课 你为什么要读经典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诸位 那我们下个礼拜三 切记 下个礼拜三 正式要上涅槃经 所以下个礼拜三的课 大家涅槃经 要记得什么 要记得带来 带一本就好了 你就带一本就好